古天乐,一个只有太阳才能黑的男人,别的明星有私人飞机,限量跑车,别墅,酒庄,而古子比较单调只有八十多所自己的学校。 古天乐这几年这么拼命的工作,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帮助更多人,真是大碍无声。 古天乐如此热衷于做此善事业,其实跟他个人经历还是有点关系的。 古子十五岁就已经步入社会,为了生计,他做过临时搬运工,在快餐店卖过汉堡还当过保安。 也是在这段时间,他身边开始围绕一群不务正业的朋友,没多久他所谓的朋友,就惹祸上身。 那时年轻无邪的古子因为讲义气,将一切责任自己扛了下来,其实跟他没有任何关系,也因为这样他被无辜入于二十二个月。 1988年秋,刚满十八岁的古子获释。 1992年,古天乐经他在香港,保利金公司工作的输入我介绍,进入了一家娱乐公司,开始了他做卡拉OK半场和模特的生涯。 因为外形实在太出色,古子迅速升级为广告模特,无数广告公司力邀他做代言。 1993年一直作为无线电视专业训练中心,第五期议员训练班旁听生的古天乐,正式成为无线电视台的签约一员。 虽然签约无线了,但作为一个新人并没有多少出镜机会。 在无线跑了段时间龙套后,1994年才在正义见陈松林主演的电视剧《婚姻雾女》,获得了一个不错的角色。 即使这样他一直却被不看好,因为他实在太帅了,让人觉得就是偶像派。 《新神雕侠侣》让古子弘的发自,可也正是这部剧让他深有感触。 他说《新神雕侠侣》启用我,当男主角杨过,给了我很大的压力,相当大的压力。 当时我还是新人,从没有拍过古装片,外界的舆论都是负面的。 《新神雕侠侣》播出后,古天乐饰演的男主角杨过形象,立即受到了台湾观众的喜爱,特别是女影迷们。 对古天乐扮演的杨过高大健壮,神情刚毅俊美,皮肤白嫩性亦更是亲爱着迷。 如今的古天乐年过四时,皮肤虽不白皙,但是他的戏路却更加宽广,演技也更加精湛,有喜欢明星成长故事的点一下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